俄罗斯人问欧洲人 你们准备好棺材了吗 德国政府宣布 不再向乌克兰提供现役装备 那么这都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根源都源于巴赫木特 最近呢有新闻报道 欧盟正在研究向乌克兰派遣维和部队 他们准备组织一个维和部队 去乌克兰维和 大家听了是不是有点奇怪 那是个战场 你真的是去维和吗 你那不是去拉偏手吗 那不是去捞取地盘吗 听到这个消息以后 俄罗斯外交部的回应是 你们如果准备好棺材了 你们就可以来了 所有的外国军事势力进入乌克兰 都将成为俄罗斯的合法打击目标 意思就是什么 你们敢来我就敢灭了你 来之前把棺材准备好 这个话很多事情都是源于什么呢 源于巴赫木特 包括德国人不再提供武器 但德国人说的是不再提供他现役的武器 但是可以提供一些老一点的旧一点的武器 对吧 那么原因呢都在于巴赫木特 怎么回事呢 巴赫木特现在已经快打完了 已经快结束了 乌克兰是惨败 几乎被全歼 所有的部队能跑着就跑了 跑着不去的 就几乎就是全歼 而且到现在为止 俄罗斯还给他留一口子 让他继续往里填人 进人 大锅现在火力挺足 进多少杀多少 那么由于巴赫木特长期的大量的部队在这儿熬战 最终将成为决定俄乌战争的一战定乾坤的一件大事 所以现在为什么欧洲说要派什么维和部队呢 为什么德国说我这武器不大想给的呢 因为一战定乾坤以后 俄乌战场将有决定性的结果 什么结果呢 就是乌克兰的惨败已经决定了 俄罗斯取胜只是时间问题了 那么 在这种情况下呢 美国牵头啊 让欧盟呢 派维和部队进去 是想干什么呢 一 想给乌克兰足够的时间狗眼残喘 二 防止 俄军 全面控制乌克兰领土 三 他们有可能 想把乌克兰变成下一个叙利亚 那种多国十几个这个武装派别互相打仗 然后一片混乱 让俄罗斯无法 稳定的在那边站住脚跟 那么最近呢 又传出乌克兰 好像有点想接受和谈了 因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 他不接受和谈 他可能就要扑灭了 所以呢 他现在好像有点想和谈了 为什么呢 他也想狗眼残喘 拖延时间 这才有了前面咱们说的俄罗斯啊警告欧洲人你们不要进来捣乱 捣乱就是个死啊进来就是我的攻击目标 那么前前后后呢都证实啊所有的消息都证实乌克兰的惨败就在眼前 一旦巴默特战事结束啊 俄罗斯啊收敛好自己的实力 收敛好自己的主机部队 下一步呢可能就是杀枪击辅 当然了海上重要的通道啊 这个奥特萨也有可能被随时拿下 那么现在呢既然乌克兰现在有点想谈判了 俄罗斯就开始加码 大家都知道乌克兰一直提出了十项这个所谓的和平主张 那意思就让什么俄罗斯的撤军的培行 啊什么烂七八糟的费那话 俄罗斯也不是 俄罗斯说以前我只要这个卢干 卢干次贺敦接次贺 但现在呢扎巴罗热和赫尔松你你也得承认 而且还加上了乌克兰啊 和谈 西方必须许诺 以后也不许再武装乌克兰啊 以前呢只是让他去那的话 去那的话保持中立 但是现在呢要求以后也不许再武装乌克兰啊 那么俄罗斯现在的态度已经证明啊 战场上我现在占优势 你听也得听 你不听也得听 那不听咱就接着打啊 看谁狠啊 俄罗斯这么拖着打 一点毛病都没有 现在的确看出了 美西方的武器明显供不上去 乌克兰人也快消耗感觉了 那么这种消耗可以让俄罗斯以后控制乌东地区 减少更多的麻烦 那么现在的情况呢就是这种情况了 现在是按照俄罗斯的节奏在决定一些事情 乌克兰现在只能是戴在了高阳 那么美西方只能行使第二步啊 就是咱们说以前讲过的B计划 就是有可能把乌克兰变成第二个叙利亚 有可能波兰呢 这个欧盟或者北约的军队 还有这个甚至老美的军队 然后还有所谓的纳粹组织或者什么什么什么武装派别啊 这一堆然后对着俄罗斯那边啊互相的啊 这个互相的骚扰 然后你今天你打我两炮 明天我给你两个火箭炮 后天我这个派一个特农兵突袭你一下 可能就是这个状态 那么这种状态达成以后呢 美国虽然失去了乌克兰这个啊小弟 但是他销后俄罗斯的目的还在啊 手段还在方法还有 这是美国的想法 那么美国能不能实现呢 俄乌战场到底什么时候能结束呢 这个我们拭目以待 今天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再见